一段家国王室 数度秋门春风 同中两岸 海峡一湾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铭 有哪些改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写浓与水的意外相承 天涯公司是系列节目 海海记忆 拨开岁月春风一样 经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静静传奇的风云人物 分享难忘的海海记忆 国共内战时期 国民党两个发动闪击延安行动都宣告失败 一个重要原因是 吴东南身边潜伏着中共的情报人员 中共的情报就更准确一点 包括他的部队调动 每个部队的位置 看不见萧渊的战场上 周恩来为何会选择他 执行如此重要的潜伏任务 不像间谍的人 这才是最好间谍 一则周恩来笔记本上的信息 为何差点将他的身份 暴露给国民党方面 这个天涯可能有时候去赞成 整个的机构就破坏掉了 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吴东南身边的潜伏者 带您走进 惊心动魄的秘密战线 为您展示他 12年的潜伏经历 领略这位特殊的潜伏者 不同寻常的情报生涯 当年周恩来着眼于 情报工作的长期性 挑选了一批冷子 并且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其中有一个人 不仅为共产党传递出了 很多非常绝密的情报 而且还多次使延安摆脱了危险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在延安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作为潜伏者的他 最后又为何会被周恩来总理 推到了众人面前呢 今天我们的现场 就为您请到了 来自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的 徐燕教授 以及台湾的知名学者 郭冠英先生 来为我们共同揭开 这个特殊潜伏者背后的故事 有请两位 欢迎 您好 您好 请坐 就在国共双方缔结抗日统一战线 合力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 国共双方的暗中决力 也一直没有停蹄过 1943年 中国抗日战争 从敌后战场 转入局部反攻 共产党和国民党 分别在敌战区和正面战场 重创了日军 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激连遭受了中独岛势力和刮岛惨败 以完全丧失的战略主动权 在欧洲战场 苏联为了让美国 英国和自己的联盟更加紧密 获得更多的援助 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对折战线 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战争局势发生的悄然变化 在领导者眼中 都将是下一步布局的敏感因素 1943年 当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到国内 本应与共产党合作抗敌的国民党 开始有不安分的想法 1943年5月 共产国际当时就宣布解散了 其实当时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解散 其实是很高兴的 因为觉得过去头上有一个婆婆 总在管他 他觉得是很不舒服的 因此当时他就觉得 共产国际解散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当时马上发表声明 忧共产国际解散 但是共产国际解散也带来一个问题 讲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了 他又觉得头上保护伞没有了 蒋介石会出现对共产党的 比较激烈的行为 他又比较担忧 毛泽东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 蒋介石认为打败日本已经不是问题 那么在日本投降之后 如何解决中共武装 变成一个大大的难题 但是共产国际的解散 却给了蒋介石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共产党方面一时间失去了支持 蒋介石随即给时任国民党 第34集团军总司令的胡宗南 发去一封密电 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 闪击延安 一举攻占闪甘明边区 行动绝对保密 蒋介石甚至给进攻延安定下时间 1943年7月9日 当时延安确实感到也比较危险 因为当时胡宗南在这个 闪甘明边区的部队 它当时是三个集团军 一个集团军在同关附近 它防御日本军队了 一个集团军它设在甘肃附近 一个集团军设在关中附近 等于说两个集团军 用于对付三个星边区 一个集团军它用于防御日本 这个时候它把对付日本的集团军 又调了两个比较精锐的军 然后用于准备进攻延安 因为它过去防御日本的集团军 是最精锐的 主要它胡宗南的敌气部队 16军的那些部队都在那 但再加上它第一军 就是天下第一军 那也是当当时最精锐的部队 这个时候反倒调到关中地区 那胡宗南当时集中两个集团军的话 那有二十万人 而且武器装备又差得很多 真要打的话 延安确实很危险 所以延安当时一度感到很紧张 当时闪跟进边区 真正作战部队 也就只有三万多人 想起实命胡宗南秘密策划 闪击延安的行动 准备闪电进攻延安 于是从1943年6月初 胡宗南就开始秘密的在前线进行军事部署 为了避免过早暴露 胡宗南一直没有公布作战目标 在部队调遣上也是小心翼翼 各参战部队只派出少量先遣人员 大部队在进攻之前两日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 可是就在蒋介石以为这一绝密计划万无一失的时候 胡宗南却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正是闪击延安的计划 这个情报先给了共产党 叫苏联 朱德公布以后使这件事情曝光了 曝光了后来 胡宗南在内部会里面就讲说 本来要散极战的 但是呢 委员长现在因为朱德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 把它公布了 所以委员长很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中共产党及时把它公布出来 当时蒋介石最需要的援助是谁 美国的援助 美国确实反对中国发生内战 因为你要集中力量打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要闪击延安 就是我突然这个一星期之内 已经占领了延安 摧毁了中共共产党的主要根据地 这个时候你美国的反应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你再干涉 所以一旦把这个事情曝光了之后 美国提前就指出 你不能这么干 当时是这个斯蒂威就提出嘛 就是要做出美援武器 不得用于内战的保证 这对蒋介石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因此呢 当时这个计划就只好取消了 当时策划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计划 这个情报也应该是非常绝密的 那怎么会把这么绝密的情报 如何传递出来呢 进攻延安这个情报 那就是在湖中南身边 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辉提供的 其实在国民党其他渠道里头 也有透露出这个情报 因为你既然调动这么多部队 二三十万部队的调动 这个不可能就是一点风声不露出 熊向辉提供的情报就更准确一点 包括他的部队调动 每个部队这个位置 进攻的时间 只有他才掌握 蒋介石只是笼统的下一个命令 具体安排是湖中南安排 所以说熊向辉提供这个情报更准确 情报人员深入虎穴 往往需要一个深浅的过程 并不一定立刻发挥作用 这种情报人员通常被称之为 战略情报人员 也叫贤奇棱子 早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 周恩来便未遇筹谋 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了一批贤奇棱子 其中就包括这次传递出国民党进攻延安计划的 湖中南的机要秘书熊向辉 贤奇棱子 这棱子与热子的区别在这儿吧 热子是经常用的 它才有那个称之为热子 棱子 冷齐 那就是偶尔才动一下 就是平常你不要跟我联系 联系总容易暴露一些马脚 对 比如说一年就联系个一次两次 而且极其重大的事情 你来报告 你像准备进攻延安了 这是重大的事情 按周恩来讲法 不动则已 动就要置之于死地 这些贤奇棱子 平时并不需要时刻都向中共同央提供情报 但到了关键时刻 他们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威力巨大的 那么谁可以充当贤奇棱子 周恩来又是按照怎样的标准 挑选贤奇棱子呢 主要是两个原则 因为周恩来早在中共特科的时候 就提出基本要求是 绝不能够采取金钱收买 就是花钱雇你 这个不行 第二个不能采取美色引诱 第三个不能采取手枪动荷 因为这样搞出来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周恩来讲这个发展情侦人员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 政治信仰 他这个政治信仰从你一致 那他诚心诚意的为你服务 多少年都可以充当这个贤奇棱子 应该说呢 这个国共合作之初了 就是抗战争初期 周恩来讲嘛 这个把熊向辉这些人派去 还真是想帮助国民党抗战 当然如果国民党反目了这些人 当然他要起另外一种作用 那做这样的一些潜伏人员 特殊工作想必应该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胜任吧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中共其实早在这个1926年 开始建立情侦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条要求 就是这个资质骗责 尽量都不要保留 一切什么呢 最好脑记 在1926年这个中共建立情侦工作的时候 最早就有这个规定 所以说你像熊向辉这些人 他既然做这个工作 基本要求就是脑记 说那一代人他干这个工作的人呢 我觉得他头脑都特别这个 应该说灵光吧 记忆特别好 因为他这个必须要锻炼这个能力 操一会的话 一旦被搜查 留下证据了 留下证据了 当年的交通员 中共的这个交通员的要求 都是脑袋记 他身上不能有资质骗子 胡宗南是黄埔一气的毕业生 作为他的老师 周恩来认为 他的这个学生内心爱国 倾向抗日 或许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所以十分精心的在胡宗南身边 安排了一枚贤奇棱子 熊向辉 熊向辉原名熊慧泉 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 秘密加入共产党 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 任清华分队负责人 这个公开的身份 不所不佑 言谈举止 颇有爱国青年的气质 正好符合周恩来的要求 1937年12月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熊向辉加入了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准备随时打入 湖中南身边 熊向辉这个人气质 是清心醇厚 温文有礼 然后尽事负责 首份有礼 所以他给大家的形象非常好 如果不是因为内战的话 熊向辉不必去背叛 这个所谓的胡宗南 只是团体重于个人 就是政治的信仰 重于感情 他对胡宗南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因为胡宗南是 他等于是他的 绝对亲密的人 但是就说 发动内战以后 他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 这个人子 他就发动作用了 按照自己的回忆 他实际上是在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 他就已经在清华大学 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候 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了 这个时候 他就是作为流亡学生 北平已经被日本战了 流亡到大后方 当时流亡到大后方 国民党当时也是招募很多 热血青年 投军 胡宗南当时 他的部队来讲 第一军 那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 他当年 其实要扩大他的军队 也招募了很多青年学生 这个时候 熊向辉 因为当时也算是个 学生运动中间 比较风云人物 因此也被胡宗南说赏 是 结果当时胡宗南亲自对他面试 熊向辉的回答 特别引起胡宗南的这个注意 他是怎么说的 胡宗南问 什么要革命 什么叫革命 他就说 革命是如何 那如果不革命就是什么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那对反革命怎么样 这个熊向辉坐在 好像还没起来坐在那边 就很坚定地说 对反革命就是杀 那么他想 不是他考验这个熊向辉一个人 是对着大家来问 对对 大家都没什么回答的时候 他就说 我叫革命 胡宗南就在意向非常好 就在面试结束后的当天晚上 胡宗南单独找熊向辉谈话 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中 胡宗南抛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他问到民先队的情况 民先队全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是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熊向辉明白 这个问题能否回答好至关重要 因此他并没有闪躲含糊 而是大方的坦白承认 主动向胡宗南说明 自己曾参加过民先队 态度不悲不抗 胡宗南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况 对他心有戒备 反而认为这个人坦诚可应 更加气动熊向辉 派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39年3月 熊向辉从军校毕业之后 不久即担任胡宗南的 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 这中间又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呢 是对这样一个青年人如何一步一步的 能够获得这个胡宗南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最终成为了他最重要的这个机要秘书 熊向辉自己讲 说有一次他跟胡宗南去看汤恩博的部队 那么后来第二天呢 他就在车上打瞌睡 胡宗南就问这个卫士他为什么在打瞌睡 他就说昨天晚上他通宵未眠 为您守护 会为您的安全 这个胡宗南就很感动 就是说他一整个晚上没睡觉 都为了他的安全 所以这样更增加他对他的信任 胡宗南他是小学教授 他喜欢看报纸上的文章 谁的文章写得好 他有时候还希望能见一见 熊向辉给他乞讨的文章 他特别欣赏 其他这个几个人 包括什么证讯处的这些人 乞讨的东西 看不上 对 因此来讲 看熊向辉回忆 谈一些这个按当年讲法都是认为是很出格的事情 就是将来理想啊 国家建设的政治方略 你按道理按过去的讲法 军人不要谈政治 他胡宗南倒是经常跟他谈政治 而且谈一些将来这个理想或者怎么样 甚至胡宗南跟他讲 我们应该显得比共产党更革命 什么之类 这些话都跟他讲 所以可见呢 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呢 就不仅仅是上级跟下属 他们俩真的有点我可以说是轻如父子了 对了 那么熊向辉是他没有睡觉 他也没睡觉 可是他还没起床 这个熊向辉已经先起床了 所以他工作非常认真 也得到胡宗南非常的这个信任 在随后的三四年时间里 工作认真 性格坚韧 刻苦的熊向辉 得到胡宗南的高度信任 不管是起草文章 还是制定作战计划 都是熊向辉一手操办 金要秘书的关键岗位 对于他的情报获取和收集 帮助巨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熊向辉与胡宗南之间的关系 也愈发亲密 那么从靠近胡宗南 到1943年发挥巨大作用 这枚冷棋子潜伏期间 是如何和组织联络的呢 他唯一见过一次面 就是1943年 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的时候 路过八路军办事处 正好还是根据胡宗南同意 他到办事处 以这个拿材料的名义 跟周恩来简短谈了一下 那平时跟他联络的是谁呢 就王世坚 王世坚 这个王世坚当时从延安 把他派到这个西安 熊向辉包括陈正经他们几个人 替他找的房子 替他安排的工作 因为当时你要在一个地方站住脚 你首先都有工作 给你安排工作 安排的房子 就是王世坚能够从熊向辉经常往来 就是重要情报 由这个熊向辉 陈正经他们交给王世坚 王世坚实际上等于说 这个当时的系统算 叫王世坚系统 王世坚系统等于是 王世坚本人是组长 这个系统 但王世坚系统后来扩大的 这个很大了 重要的情报就是 他交给王世坚 王世坚通过电报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渠道 然后传递到延安 主要是靠这个系统 国共内战时期 国民党两部发动 闪击延安行动都宣告失败 一个重要原因是 吴忠南身边 潜伏着中共的情报人员 中共的情报就更准确一点 包括他的部队调动 每个部队这个位置 看不见萧渊的战场上 周恩来为何会选择他 执行如此重要的潜伏任务 不相间谍的人 这才是最好的间谍 一则周恩来笔记本上的信息 为何差点将他的身份 暴露给国民党方面 这个东西可能 有时候就赞成 整个的机构就破破掉了 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吴忠南身边的潜伏者 带您走进 惊心动魄的秘密战线 为您展示他 12年的潜伏经历 领域这位特殊的潜伏者 不同寻常的情报生涯 常年的潜伏意味着超长的压力 和极度的小心谨慎 因为情报工作充满了挑战和危机 身处在胡同南身边的熊向辉 尽管有机要秘术 这个最有力的身份掩护 但还是难免遇到 可能会暴露身份的挑战 1946年 因为周恩来的一次小小的疏忽 熊向辉的身份差点被暴露 因为当时周恩来和马歇尔 再加上国防的张群 他们是三人小组的 三人小组的 当时在讲 其实只有美国有飞机 三人小组到各地调停内战 只有美国提供飞机 当时在讲 马歇尔有时候来讲 甚至把自己的专机 我都提供给你 你坐着飞到各地去 说周恩来有一次 因为他工作也很忙 有一次在飞机上睡着了 他兜里那个笔记本就掉下去 掉了之后 他下飞机之后 他也没注意走 结果回到这个住处一看 这个笔记本掉了 一想他肯定是掉在飞机上 过了不久 马歇尔的副官来了 用一个保密袋 把这个笔记本包着 然后送回来 但是周恩来就怀疑 送虽然送回来了 很可能给他拍照 那个笔记本里有什么 关键的信息 笔记本里面 他讲一些琐事的问题不大 但是他寄了一个电话号码 就熊仰慧电话号码 而且电话号码旁边 写了一个熊字 熊字 所以这个就处理问题了 如果说马歇尔 把这个笔记本 或者是拍照下来的照片 他送给蒋介石 交给军统 那么他一查 那很容易查出来 这个熊的就熊向辉 你熊向辉和这个 周恩来有联系 那这个就很成问题了 你怎么和周恩来有联系 这个就很容易暴露了 但是呢 这个周恩来当时也分析 这个马歇尔 泄露给蒋介石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可能性比较小呢 因为当时马歇尔 毕竟是调停人 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这次会面 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 混乱的中国局势 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以兴告老还乡的前美军参谋长 五星上将马歇尔 决定亲自到中国 调停国共争端 1945年12月21日 马歇尔非底南京 与蒋介石见面 表示 如果不立即停止内战 美国将停止一切援助 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表示 应立即停止一切冲突 组成联合政府 民主的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表面看来 态度中立的马歇尔 赢得了双方的信任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他当时的任务 就是调触国共之间内战 他既然是调解的话 他就能站在中间立场上了 不能说我支持蒋介石 或者是我支持毛泽东 我支持一方 那也没法调解了 我只能是站在中间立场上 当然他有一个偏向 他从内心中间 当然还是偏向于蒋介石 但是马歇尔他的表现 和他发表的言论 其实后来看出来 他就讲究是印象并不好 他对周恩来印象倒比较好 当然他就是美国国家利益 那没办法 国家利益 他导致最后跟共产党 他不可能站在一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笔记本落在马歇尔手里 马歇尔当时封起来之后 他马上交给周恩来了 他是不是拍照了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 那么所以后来很多人说 马歇尔把这个信 把这个东西 其实用个木盒子给他送回来了 但是说可能被造像 或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嗤子以鼻 我觉得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的共产党 当时的美国对于共产党 还比较器重 就觉得不要打内战 双方好好的开始建设中国 他的出发点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打下去 他是比较倾向于蒋介石 和国民党方面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是个调停者 他大概捡到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就还给他 蛮简单的 可是周恩来就很紧张 做了这么大的失误 这个东西可能 有时候就赞成 整个的机构就破获掉了 周恩来的这次失误 最终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 熊向辉 躲过一节 1947年 熊向辉因为工作很出色 被国民党安排公费出国留学 熊向辉向周恩来表示 不想去美国留学 希望能留下来 在他看来 全面内战就要开始 胡宗南迟早会再次进攻陕北 他觉得留在胡宗南身边 还能继续发挥作用 但周恩来却不这么认为 当时1947年2月间 这个时候国共之间 就近乎于彻底破裂 因为当时要进攻延安 就是彻底破裂了 在此之前 双方还可以再继续谈 这个时候 蒋介石就下决心不谈了 不谈了就准备进攻延安 进攻延安 自然是胡宗南的任务了 因为他在西安 他的部队都集中单上 熊向辉这时候 已经办好了到美国去的手续了 这些办手续之前 他其实请示了周恩来 当然通过王世间 周恩来说也是好事 将来来讲 美国可以给我们培养一些人才 那你就去吧 结果胡宗南突然把他叫回去了 就在熊向辉马上就要启程的时候 胡宗南通过保密局的特务 紧急召回熊向辉 表示有很重要的任务 需要他去做 并交给他两份绝密文件 看到这两份绝密文件的内容之后 熊向辉明白 发挥自己嫌奇冷辞作用的时候 到了 这些文件究竟包含了 怎样的关键情报呢 但当时来讲的熊向辉提供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进攻的兵力和路线 和大体的部署 这一点是不知道的 第二点再一点重要的是 就是当时这个军统的魏大明 当时有了一套这个美国提供的 无线电测向仪 这个来讲给中共中央倒是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那个时候跟着中央的七部电台 毛泽走哪的电台不能理的 他要向这个各地发指挥的电令 就是魏大明他那套这个 从美国新引进的无线电测向仪 他可以精确的测定 你的位置在哪 以前那个当然了 无线电浸查也可以 但是个大致的方向判定啊 他有时候可以在百里之内的误差 他这个测向仪可以测定位在几里之内 可以找出你在哪个村子里 那这个就危险了 就是当时雄向辉当时报告中共中央 这个情报 就是他有那一副美国新进口的 这个无线电测向仪 所以这个中央就是采取措施了 跟着毛泽东身边的只能是小电台 就接力的办法嘛 当然他电台不能离了 他大电台设在黄河边上 然后由那部大电台 然后向这个全国各个战略区 发这个电报 说他这个测向仪 测定的是那部大电台 小电台很多嘛 各个战斗部队 他都有小电台嘛 说就这个办法 因为说这个后来周恩来说 这个对保卫党中央 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7年 在国民党军队 针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 正因为有了熊向辉 冒着暴露的危险送出的情报 胡同南的16万大军 再次扑了不空 只有三万余人的共产党中央 成功地开展了游击战 占领延安之后 胡同南在窑洞中 看到毛泽东留给自己的纸条 上面写道 胡同南到延安 事成其虎 进又不能进 退又退不得 奈何奈何 当胡同南到洛川之后 组成了一个前线指挥部的时候 他想把有关胡同南的一些日常工作的一些状态 的一些相关的情报传进给言 这一次似乎他是亲笔写了一个信函的方式传出去了 这么做是不是很危险 那当然是违反纪律的了 在那个公文封里面 公文封里面 他们自己的那个胡同南的那个总部的公文封里面送出去的 我想那个可能是已经到了紧急的时候 他不能够再用那个那种原来的情报那个规则了 最后就是抓到也就死了嘛 可是你不透不出去的话 这个战争这样打下去的话 对共产党非常不利嘛 所以他就做了这种措施 就是冒一次险吧 但这次冒险还成功了 因为他的东西毕竟敢检查的人还很少 闪击延安的计划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熊向辉的赴美留学计划再一次提上日程 开始筹备自己留美生活 就在熊向辉设想着 自己可以在学成归来之后 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为中国共产党传递绝密情报时 军统却在悄然展开专项行动 胡宗南接连两次进攻延安计划的失利 已经引起军统的怀疑 他们开始针锋相对的一系列调查 熊向辉暴露的危险一步步来临 那说到这个熊向辉 那最后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让胡宗南终于发现 原来我身边还有这么一颗冷子 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北平台的这个李政轩被捕 而且供出了这个这个西安这个情报系统 这个王世坚呢 他从这个北平电台有关系 当时这个北平地下台呢 和西安这个电报中间呢 他经常有关系的 当时这个王世坚系统的这个暴露 关键就是北平台被破坏造成的结果 这个按照这个当时的中共情报系统的原则 这个各个地方不应该发生横的关系 你说西安王世坚系统跟北平这个地下档这个电台 不应该发生横的关系 当时来讲这个王世坚系统也有点膨胀 他从南疆几个地方都发生了横的关系 后来李克农检查这个两条这个暴露的原因 一条这个北平台是连续发报一天七个小时以上 第二条呢就是这个王世坚系统 这个从这个其他几个地方发生横的关系 关键是从北平台发生横的关系 北平台你想一天发七个小时 根据当时的无线变侦测技术 这个拍报连续半个小时以上就有危险 因为当时来讲进口美国这个侧向仪 它汽车在这个北平市内 它来回转 哪个地方突然发现无线变电波了 然后这汽车就开始追这个电波 然后来测定 假如这个大楼就在这个大楼前面 但是半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 你这个汽车还没走到 没了 那他就找不到了 但是当时的延续发报时间太长 当时就讲嘛 就军统讲嘛 必须抓一个火电台 什么叫火电台 就是你刚拍完电报 我马上抓现场抓现行 抓现行 结果抓住了 抓住之后 而且李正轩还 这个电稿什么之类 都没来得及销毁 一个还被抓住 抓住结果他就招供了 招供了 然后呢 当时就采取一个办法 你继续向西安发报 就引诱王世坚上钩 结果王世坚还真上钩 结果这样就把王世坚 这个抓住 这个抓住之后 这个王世坚也招供 结果这个就造成了整个破坏 1947年9月 在熊向辉登上赴美的邮轮的同时 设议在北平的地下岛秘密电台 被特务抓握 使得中共北方情报系统 遭受到严重打击 多名地下情报工作者被捕 到美国后不久 熊向辉从纽约时报上 看到了王世坚被捕的消息 熊向辉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而身在中国的胡宗南 可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竟然是中共派来的情报人员 气得脸色发青 心中如同打翻了五位平一般 但对于已经在大洋彼岸的熊向辉 胡宗南除了终止其留学功费外 并没有加以深究 也没有派人去暗杀 这个看似反常的举动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呢 整个这一条线全被揪出来了 但是像您说的已经离开了去美国了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胡宗南发现 这么多年在我身边的最亲近的人 原来是一颗冷子 博人大怒 就是自己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很生气 但是已经毫无办法了 对这个是这样的 破获的是后来做我们情报局局长的叶祥之 叶祥之破获他们以后呢 就跟沈罪讲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胡宗南身边的最重要的秘书 熊向辉竟然是帮共产党做的 那么胡宗南又跟戴笠 那么熟 那么亲近 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沈罪就建议他说 你还是跟毛润凤去报告 看毛润凤怎么指示 毛润凤后来就说 我先跟胡宗南去讲 就告诉胡宗南这件事情 那么沈罪说胡宗南气得脸色发青 但是胡宗南就说 你报给委员长的这些人 把他们我的这几个人 全部另外列出来 不要再报给委员长 在这种情形下 就为了胡宗南的声誉 就没有讲出去 就把公费给停掉了 但也没有再去追究他 我们这也没有叫我们情报单位去追究他 也不用叫美国人把他抓回来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种事情确实就是国民党 当年领导体制中间的一大必定 往往是官官相护 因为那个军统 他和胡宗南的关系不同一般 除了戴笠跟胡宗南关系特别好 就是这个胡宗南的夫人 他也是戴笠介绍的 另外他跟毛润凤的关系特别好 他们都同乡都是浙江人 他们既是同乡 平常又是在一起的 因此有什么事情 咱们先互相通融一下 这件事情就不要报给军统 说军统就是把这个事情 就等于说压下来 尽管胡宗南极力将此事瞒了下来 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知道了熊向辉的身份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关于熊向辉身份的消息 竟然是周恩来主动托人告诉蒋介石的 1949年11月 退守的大西南的胡宗南 极力说服蒋介石兵退缅甸 在刺激反攻大陆 此举将对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 带来极大的威胁 于是周恩来有意向蒋介石透露了熊向辉的真实身份 1949年11月的一天 周恩来设宴宴请国民党元老张志忠 邵丽丝等人 在席间周恩来不见急 希望张志忠先生方便时转告蒋介石 让他知道熊向辉的来龙去脉 按照熊向辉的解释 和后来有一些人的解释 他这也有战略考虑 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年在大陆 留下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 就是胡宗南的力量 当时讲不怕胡宗南守 就怕胡宗南跑 其实早在南京被解放军占领之后 他们就已经议论了 大陆守不住了 将来主要的办法是什么呢 不要守秦岭 什么汉中 守地地方是没有用的 退到云南去 可进可退 如果说云南的守不住 退到缅甸 占缅甸一块地方 将来是一个反共基地 但是当时蒋介石不同意 他们后撤计划 要坚守四川 而且当时中共中央 恰恰希望他坚守 这样赶快迂回到云南和西康 去把他退入阶段 说按照熊向辉当年回忆解释 周恩来这个时候 告诉张子宗 有意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蒋介石 这件事情是不是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决心 因为蒋介石的日记 他这段日记我也看过 他不让胡宗南撤退 其实他考虑很多 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对胡宗南很不满意 后来他在成都12月去成都的时候 最危急的时候 还是这个胡宗南的部队在那边 如果胡宗南真的跟共产党有关系 或者新乡共产党 海外一些书那样说 胡宗南其实是最大的所谓的共别 如果这样他在成都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他在成都就可以把蒋介石交出去了 重庆非常危急 说马上从第一军 三百辆汽车调第一军到重庆来保驾 来不及了 他后来退到成都去 那还是第一军守卫他 因为他是黄埔起家也第一军 所以他对胡宗南这部队 他还是信任 当然了就是说 周恩来认为让蒋介石知道 熊向辉是共产党 造成对胡宗南的不满 这种战略意图当然可能是很明显 熊向辉身份暴露给蒋介石 让这位冷棋子再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胡宗南兵败大西南之后 在别人的斡旋下 经蒋介石的默许后 他才在最后一刻登上飞往台湾的飞机 到台湾后 曾经统帅蒋介石王牌之师的胡宗南 因为一师西安 二师成都 三师西汤 而遭到台湾监察院的弹劾 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作为胡宗南曾经最信任的熊向辉 在十二年的潜伏之后 用共产党的公开身份 迎来了自己所谓之奋斗的新中国 或许正如同他的名字 向辉一样 从潜伏到国民党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一直心向光明 也最终等来了胜利 对方的那一刻 我一直在想要不肯定 我一直在想要不肯定 都会要不肯定 那我把你心想要不肯定